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现代商业实战运用 第十五计 吊虎离山 设法使老虎离开山头 造成虎落平原被犬弃的局面 在军事上 是指诱使敌方 离开原来的有利地形 便于袭击 在商业战争中 经营者不可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经营阵地 进入完全陌生的市场环境 招致败继 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一度与弗里克 联合经营钢铁公司 弗里克为他立下了汉马功劳 但不久 卡内基发掘 野心勃勃的弗里克 难以驾驭 认为一三不能容二虎 决意掉虎离山 除掉静体 当时钢铁厂已陷入大罢工的危机之中 卡内基决定利用工会对付弗里克 卡内基一方面满口答应 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条件 另一方面 又怂恿弗里克采取铁腕手段 对付工人罢工 结果使弗里克酿成异常轰动全美的流血事件 激怒的工会组织派杀手行刺弗里克 使他身负重伤 弗里克自食其果 只好引就离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